台中的阿拉夜店大火烧死了九条人命 胡志强因此下令台中市内不准玩火 但是言由在尔今天当场出包 而出包的这位是文化局长叶树三 本来当然是一片好心 他邀请了日本鸟曲线的高中生到台湾来表演舌舞 但是偏偏在桥段里面有一段 是从舌头里面喷出了火花 而且接连喷了两次 胡志强在台下欣赏看到脸都绿了 他直接上台要求暂停表演 而叶树三也表示对于舒适 他将自情处分 在台中市政府里 蛇还喷火胡志强这下可火了 马上把半火的文化局长叶树三叫了过来 胡志强很生气 不是下令了全台中市市内禁止玩火吗 说着说着这条蛇又喷了第二次火 胡志强可说是气到脸都绿了 马上从座椅跳起来冲上台 要这群日本高中生别再表演了 再看一次在室内五十二还连喷两次火 顿时火花四射 台下的胡志强怒火可不比这些火花弱 原来是下属办活动出了包 来自日本鸟曲线的高中生拜会胡志强表演学舞 呈现给贵宾欣赏 但喷火这一幕却像把刀刺进胡志强心里 尤其在夜店发生九死大火后 胡志强早就下令室内通通不准玩火 没想到直属的文化局请来的日本高中生 却在室内玩火给市长看 也难怪胡志强会大动干火 郑先生的廉家庆林树毅台中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